我們因為剛好已經做了這些 我們就要先把它先都關掉 關掉 關掉 好 那我們是不是從A1這個開始做 用方向鍵移過來 然後開發人員記得以相對位置錄製 相對位置 那我先來解釋什麼叫相對位置 什麼叫絕對位置 首先 例如說我是以絕對位置來錄製 我現在沒有打勾 所以我現在錄製一個錄製聚集 假設它叫聚集1 確定 我就很單純的往下移動一格 我往下移動這一格 用絕對位置的定義 就是到哪裡 A2 這就是絕對位置的定義 絕對嘛 絕對一定有一個固定的名稱會出現 絕對 對 相對位置就不是囉 相對位置說你在我前面 那說不定我的位置變動 我我跑到你後面去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我因為會變動 所以產生相對位置關係的改變 好 那我們現在先停止錄製 你看一下剛剛的聚集1 聚集1編輯 你看它就告訴你說 絕對到A2 例如 我現在 我現在在這邊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去執行 聚集1 執行 它固定就是跑到A2 這個 我現在在這邊 聚集 聚集1 執行 固定跑到A2 這就叫 絕對位置 絕對位置 懂囉 好 我現在講相對位置 相對位置不是 相對位置 假設我現在游標在這邊 我剛剛做了一個 往下移動一個 我現在游標在這邊 我去執行它 它就變成在這個位置 往下移動一個 好 我來實際做一遍給你們看 例如說 開發人員 以相對位置來入制 入制聚集 現在叫聚集2 確定 然後呢 我一樣往下移動一格 現在是不是跑到A2 不對 現在是跑到 我原本游標所在位置的 下面一格 可以嗎 這就是相對位置 好 停止入制 我現在游標在這邊囉 聚集2的執行 是不是跑到下面一格 有看到嗎 這樣懂不懂 什麼叫相對位置 什麼叫絕對位置的路字 應該有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台北一定在桃園的北邊 這是絕對位置的定義 絕對位置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可能不太適用 我要用的是往下移動一個 每次我做完我就要往下移動一個 所以這應該不是要固定跳回去A2 所以就要用什麼位置 要相對位置入制 好 我想這樣子的解釋 你們剛剛很清楚了解 什麼叫絕對位置 什麼叫相對位置 好 所以在這邊請各位先整理一下 把那幾張工作表先刪掉 好不好 然後接下來游標請移到A1 然後麻煩請點選以相對位置入制 就好了 先整理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分一小段 我剛剛PowerPoint裡面不是寫有幾個程序嗎 我就一小段我入制一個劇集 假設我入制了五個劇集 最後把這五個劇集想辦法串在一起 這也是一種做法 這種做法的話會對初學者來說也會比較好一點 好 好 那就請你先整理好資料 整理像我這個樣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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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